大批乌克兰的美女疯狂的涌入中国 打着谋生的幌子 其实他们是看上我们中国的一样东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的很多城市的大街上面 都可以看到一些身高腿长 肤白貌美的靓丽美女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来自乌克兰 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美女如云 也是很多管家男人向往的一个地方 但是由于近期的俄乌冲突 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 也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出国逃难 这里边其中大部分乌克兰的年轻美女 就来到了中国 当然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逃税 也不是来旅游的 而是看上了中国的一样东西 并且还想在中国安家立业 众所周知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安全感的一个国家 而这些乌克兰美女 纷纷的涌入到中国以后 每天都不用生活在恐慌当中 更不用提心吊胆的 想在中国长期稳定的生活下去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难 因为乌克兰的美女 本身自身条件就非常的优越 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另外一辈 都相当的轻松 按照他们高挑的身材来说 随便就可以找一个平面模特 或者是翻译 都是特别的占优势的 总之不会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担心 但是通过最近我们才发现 他们来到中国 对中国的一样东西特别的感兴趣 那就是看上中国的男人了 在他们眼里 找一个中国的男人 比如乌克兰的男人 那就靠谱太多了 因为乌克兰的男人 大多数都是短命鬼 乌克兰的男性 普遍都是那种抽烟喝酒 更是非常的重视那种娱乐性 经常去过那些夜生活 这些不良的习惯 就导致他们很多男性的疾病 和健康问题就出现了 然后据统计的乌克兰的男性的寿命 都是在60岁左右 也有人会问会好奇 乌克兰美女 为什么会选择中国的男人结婚 他们说出了他们自己的心里话 在他们的眼里 中国男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责任有担当 还能够挣钱养家 对自己的另外一半非常的体贴 而且最重要的还爱老婆 从这一点 直接就把乌克兰的男人给甩了一大截 而对于中国的男人来说 大家都是众所周知 乌克兰是生产美女的地方 他们不仅身材高潇 面容娇美 肤色的也非常的细腻白皙 再加上一头秀丽的一个金发 相信男人们见的都会动心 最重要的是 娶一个乌克兰的美女 是不需要给彩礼的 这对中国男人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了 毕竟现在彩礼前是中国男人结婚的一大难题 手里头没有个几十万 根本就没有结婚的一个勇气 虽然说谈了很多年的恋爱 最终都因为彩礼谈不拢而分道扬镳 所以说不要彩礼前的乌克兰美女 自然让中国的男人更加的喜欢 不知道大家如果有条件 愿不愿意娶一位乌克兰的美女当老婆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